哈囉各位T-Cart試車頻道的朋友 今天過得開心嗎 我是阿德 我今天要幫大家推坑 推什麼坑呢 其實今天要介紹的是玩具 是Defender 有沒有看到我們旁邊這個盒子 其實呢 樂高一直算是很多小朋友 還有大朋友喜歡的玩具之一 那尤其他們推出了這個Icon 就是有一些經典的車嘛 好比說像之前很樂銷的911 剛好我也有一盒 然後呢 這一次的這個Defender 90 他算是他Icon系列裡面編號10317的 這個產品 但是他在這個盒子裡面呢 你就可以發現他有很多端倪 好比說他的長寬高 這台這個盒子組裝出來呢 他總共有2336片 算是蠻多的2336片 那我也刻意的拿了一台Defender的 1-18的模型來做對照 因為這個實際熱膏組出來的呢 算是還蠻大的 但是他真的很精細哦 我們其實這不是我組裝的啦 因為等於是廠商寄來給我們 到我們大概組裝的六分之一 大家一定會覺得很奇怪說 那我組裝六分之一 對重點就是在運送過程 有些東西他散掉了 所以我們要重新安裝 那這個2000多片呢 其實要很精細啦 就是你可能一天花個一兩個小時 你可能都花一個禮拜才能把它組好 那麼我先簡單的介紹這台車的尺碼好了 這個在規格上呢 這一台車呢 它是 車長呢 它有32公分 然後整個寬跟高呢 同樣都是16公分 算是蠻大台的一台熱膏啦 但是 它還有更大的 這個算是剛剛好 那它的 這個ICONS系列有什麼呢 還有包括 除了我剛才講到的911 它還有包括像愛菲爾鐵塔 就是巴黎的愛菲爾鐵塔 雖然我不會想要組裝啦 因為它是建築物嘛 但是我知道很多朋友可能也會喜歡 然後還有包括像鐵達尼號 都算是它的ICONS裡面的系列 那這個車型呢 其實在Defender來講算是相當的經典 因為我們知道Defender 它等於從1948年Series 1開始 一開始就是當然是要佛軍規的 那接下來呢 就有分長軸跟短軸 那這一台 這一台這個熱膏呢 它算是90 就是他們短軸版車型 那 為什麼以90叫做短軸版呢 因為就是它的軸距是90英寸 那110呢 就是他們的長軸 但是現在的新世代的Defender呢 這個數據對他們來講已經 不是它的軸距了 因為現在光是90就已經很大台 110更大 那原廠覺得還不夠 它為了要滿足更多承載需求的朋友呢 所以它又推出了130 就是可以做八人座的 那我們現場的這一台 樂高 它是1983年的版本 你會發現它整個就是有一種 越野的票漢感 這一台呢 它厲害在哪呢 除了就是你組裝完你也可以把它整個 就是像它這個盒子一樣 就是不要把配件裝上去 那看起來是很素雅 就是一台標準的Defender 90 那你把配件裝上去以後 就像我們現場的這個樣子呢 它就是變得更為票漢 那原廠 其實在推出這個樂高的玩具的時候呢 他又找了兩個玩家 然後他們在蘇格蘭的高地 他有一個316公尺的 這個洛梅爾丘 就是 Romeo Hill 然後上面呢 讓兩個對手來就是比看誰組的比較快 那風景還算是蠻修麗 而且他們就直接擺一台真的Defender 然後上去 那我們再回過頭來介紹這一台樂高的細節 其實它這個蠻會掉的啦 就是我們即使開引擎蓋呢 我昨天我引擎蓋已經組好幾次 因為我把引擎蓋打開以後啊 它上面有個備胎 但是這是一片式的 那你如果開太大呢 它會去弄到它的這個前檔的防撞桿 所以它就會掉了 你就要再頂到 那這一台細節還蠻多的就是 你看像不小心一般它的輪拱就掉了 還好這很好裝啦 所以就可以把它再裝回去 那它有腳盤 然後還有探照燈 然後防撞桿當然是標準 那引擎蓋打開呢 下面還有個引擎 然後除了下面的引擎以外 它還有一個備用的引擎 因為這一台車呢 基本上是要讓你去越野玩的 它是1983年的試樣 然後它的配件呢 還有包括這個升降機 這個JACKY還蠻酷的 就是你可以把它這樣吐 然後這樣就實際演練 然後它有兩個油箱 然後繩索 還有一個工具箱 哇這工具箱又掉了 這工具箱裡面的東西很零碎啦 它就是有像那個板手啊 套筒這些 然後呢它還有鏟子 鏟子 言敲都有 那前面那個腳盤呢 其實是有功能的 你這個繩子呢是可以拉 那它也可以藉由這裡面的齒輪呢 進行收放 就是雖然是個熱高的玩具 但是細節還蠻多的 蠻豐富的 然後旁邊呢 你會看到它的呼吸管 就是這台車你把它沖下去 沖在水裡 它不會丟車 因為它整台補起來 因為它是熱高的 是玩具 然後呢它還有避震器 它是整個有 可以收縮 懸吊可以收縮的 那旁邊呢 還有這種就是 off-road輔助的這個 這個越野的障礙板 就是萬一你在沙地 你把這個板子拆下來 它可以增加你輪子的這個 牽引力 然後還有它的抓地力 那整個門呢 打開以後它的內裝 其實也還蠻細的 你可以看到它有加力箱 好排檔桿 那方向盤跟儀表呢 都看得到 然後還有杯架 就是會讓我覺得還蠻好玩的 而且它排行桿是可以動的哦 然後在後門的部分呢 它還有滅火器啊 然後備胎 日本的Defender呢 它的後門就是側開 那它這個也是一樣這樣設計 那備胎你還可以轉啊 但是真撐是不會轉啊 這個滅火器呢 就是掛在這個後門的旁邊 就是整個看起來會讓你覺得 熊壯威武 不過坦白講啊 這個玩具呢也不便宜 它的售價呢是7299 那不過對於喜歡樂高 還有喜歡車的朋友 我覺得這是個相當不錯的收藏 因為它的細節算是精緻度很好 就好比說它有兩具引擎 我們現在裝在裡面的呢 是柴油引擎 它要附一具V8的引擎 我直接把它放在車頂 那它的工具箱呢也很齊備 你把它打開裡面呢 當然有板手啊 還有像可以放在引擎蓋的這個鏟子 圓敲 然後還有這種加油的油壺 這些算是蠻好玩的啦 我覺得就是你如果有小朋友 我覺得你陪小朋友一起組裝 會增加很多的親子性 而且還可以順便讓它知道車輛的結構 因為像它的這個轉向 方向機的轉向呢 方向盤跟輪子是連動的 然後還有它懸吊的避震器 那這個模型呢就是這個樂高的玩具呢 上面還有一個負樑 就是你可以藉由這個來解說一下車輛的結構 那組裝會不會很難呢 它總共有15包的零件 但是我覺得樂高厲害的呢 不只是它的這個產品 還有包括它這個說明書 就是它有簡單的跟你講一下 這個Land Rover Defender的歷史 你看從這個1948年開始 Series 1 然後一直到現在的新車 它新車其實也有賣樂高啦 那只不過我們現在介紹的是 4月1號要開賣的 ICOM的系列 Defender 那這個目前啊 就是它的通路呢 樂高授權的通路有 包括台北的圓柏信義A13 然後板橋大圓柏 台中大圓柏 新竹巨城收購百貨 那4月1號就可以買得到 那其他通路呢 會在4月4號 就是兒童節的時候上市 那推坑完了 我們今天開箱的時間呢 也告一個段落 先祝福大家有一個 愉快的週末時光 那如果你心裡有什麼 想開箱的玩具呢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也許有一天我可以幫你開箱 好祝福大家補班日快樂 下次見拜拜